MV还找来比较年轻的导演拍摄 拍摄得很像电影 那你自己觉得跟以前有什么不一样 讲得好 因为其实在这一次的新专辑当中呢 我有一首歌《不想说再见》呢 也拍了微电影 是我自己自导自演 然后我之前也拍过很多电影跟电视剧 我一直喜欢MV有电影感 所以呢 首波主打 我找了空白剑拍了这个 《为什么你不再爱我》 我觉得他们拍得很好 然后有把那个电影感拍出来 女主角也是双同当下的女主角 很棒 演得很好 尤其是她在最后一个人在餐厅当中 服务生问她说 小姐请问一个人吗 她刚刚分手 那个情绪整个爆出来了 她坐在那边吃饭边吃边掉眼泪的时候 我的心都碎了 好感动 拍得真好 所以这首MV呢 我相信一定会受到欢迎 这一张专辑当中也有台语歌曲 之前有《路边一支草》到现在的跟感情有关的 是不是跟大家讲一下这首台语歌曲 其实呢因为闽南语是我的台中长大的母语 那所以我的专辑当中国语专辑 我偶尔会穿插一两首这个台语歌 但是我觉得这是很自然的现象 那这首台语歌也是很 也是很真情流露了一首 那虽然它不是主打 可是它是一个很创作的自然呈现的一首歌曲 或许你也会 这个台语歌呢 也是我们台湾为台湾人会喜欢的歌 所以呢我国语专辑当中插一首台语歌曲在里面 那专辑这次花了蛮多的钱了 那这个有用了很多的真的乐器 为什么不用最安全的方式来做 要用真的乐器 哦你问到重点 因为呢 当然啦现在电子乐器这么强 电脑那么厉害 很多这个SyncSizer啊 合成器啊 都做得到很多很像或者是 很有趣很新的东西 但是呢我追求的是一个 Live 因为我这次很多创作 是在我的这个人生经历 跟这个生活的一些体验 所以我希望我这次录音呢 我不惜扎了重枝呢 做纯Live的 几乎是完全是Live乐队的录音 而且也包括弦乐四重奏啊 或者是13人组 12三人组的这种弦乐团的录音 比如说不想说再见 用了弦乐四重奏 上海滩夜未眠 用了13人组的这个弦乐团 那一种每根弦的这种真实感受呢 是电脑做不出来的 所以呢 我觉得已经孤注一指了 就不再插在这个编曲上 找一个真实的乐手来 加上他的灵魂 那些小提醒手 那些吉他手 鼓手 贝斯手 他们在里面散发出来的灵魂 会戳到我的心你知道吗 然后我在配唱的时候 哇那个眼泪都吞在肚子里 所以我要的是这个过程跟感动 那花多少钱真的不重要 只是的确花光了 但是呢 重要的是我要分享最真实的音乐 这样 你讲的真好 其实呢感情无所不在的 真的 感情呢 它是 感情是让人不但期待 又怕受伤害 而却无所不在 就看你怎么去分辨 我对未来的感情 我已经做好准备 我要做好的准备是什么 我要建立在不同的基础 因为爱情 它在生活里面占了重要的角色 爱情是我的课题 是我人生的课题 那过去 是我未来的这个 过去是我未来的 的参考方向 你唯有参考过去 你才可以更有智慧地走向未来的人生 我要建立在新的基础上是无所求 爱情如果建立在欲望 贪 金钱 勇气的背后是伤害 所以我建立的基础 期望要建立在无所求 不求任何回报 勇气的背后是喜悦 如果在一个 你完全都收不到任何回报的情况下 你还愿意去关心他 爱他的时候 那个才是真爱 请不吝点赞 at study